- 無論如何都能救你 大家好,我是豆奶 在上個禮拜,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有參與Beta測試 甚至於,連許久都不曾出現的大佬都跳出來直播 這次的Beta版,畫質的確增強很多,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Bug也不少 畫面延遲以及操作的流暢度還需要修正 回到這次的主題,死靈法師 召喚死靈法師這個玩法,非常適合第一次接觸暗黑2的新手入門 原因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首先是,裝備的要求非常低 就算只穿一條腰帶都能夠通關地獄難度 只不過需要的時間就會很漫長就是了 再來就是,戰鬥節奏慢 但是相對的,操作簡單 幾乎不會有那種需要一邊喝藥水一邊走位放技能的複雜操作 最後一點,就是非常非常安全 只要小弟成群,就能夠靠他們輸出擋傷害 你只需要在後面放放詛咒或是召喚新的小弟 所以,一邊看影片一邊玩召喚死靈,也是常聽到的遊戲常態 如果你不滿足這樣緩慢的步調,但是又不想放棄死靈 那麽,你可以選擇攻擊手段式骨毛的玩法 或是以巨毒猩猩為主,召喚為輔的雙修玩法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普通難度使用骨系升級 噩夢難度後重置,改走獨招雙修的初級拖荒策略 為什麼一開始要先走骨系?召喚骷髏不是比較輕鬆? 召喚骷髏,是很輕鬆,但是他慢 初級光靠小兵,推進度非常慢 脆弩匕首也好不到那裏去 死靈是一位法師,不是戰士 拿戰士的武器去搓怪物,是真的想的太美好 間距傷害高跟操作簡單的,還是骨系路線 骨毛的連鎖技能有很多,包含一級就能夠點亮的牙 接下來的施暴不是連鎖技能,這一點不要誤會了 技能點的分配就很簡單 18級之前,主要升級牙,18級之後改用骨毛 召喚,選擇黏土石膜,可以聚怪,擋傷害,還能夠緩速 詛咒只需要傷害加深跟攻擊反噬這兩種 點亮白骨裝甲是爲了安全,可以吸收一部分的近戰傷害 第一階段的技能走向大致就是這樣 一開始累積一些金幣之後,就可以逛逛阿卡拉的商店 看看有沒有-2,或是-3牙的法杖 基本上價格應該都不貴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可以走出去門口再回來 商店的物品就會更新 如果你是單人Solo的話 建議,你先去解血屋或是叫做血壓任務 能夠免費獲得一名羅格弓箭所傭兵 接下來去找恰西購買3孔烈弓 鑲嵌寶石之後,交給弓兵使用 接下來,就是一路推進到黑色荒地的高塔 史尼法斯等級低的時候,最好不要帶盾牌 這隻角色當時不小心點到了盾牌,我忘了拔下來 很多人一開始都以為有盾牌防禦高,會比較安全 但是在這個遊戲中,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潘黑2》中,有快速打擊恢復跟快速格擋速度 快速打擊恢復,是被怪物打中的時候,角色填盾後恢復的速度 快速格擋恢復,是當盾牌格擋成功 會盾一下,但是不掉血,之後,角色恢復可操作的速度 當角色低等級的時候,格擋恢復的速度慢 帶盾牌就是會因為格擋會盾下 在這個時間內是沒有辦法移動,又稱為僵直 就容易被怪物連續打擊而倒下 後續不帶盾牌之後,就沒有長時間僵直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個一開始會遇到的常見問題 法力不夠怎麼辦? 除了要購買加法力的腰帶以外 還可以找恰奇購買戴孔的裝備 購買兩孔的帽子跟衣甲 鑲嵌藍色的碎莉寶石 一顆藍色寶石可以加10法力 4顆可以額外增加40點法力 幾乎是額外增加了2 3分的法力 夫妻就不需要一直喝魔法藥劑 等到12級過後,就可以從高塔前進地下墓穴第四層 打安達利爾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或是技巧 第一點就是石魔可以阻擋安達噴出來的毒氣 所以需要講究石魔出現的位置 最好能夠偏離角色以及傭兵所站的角度 第二點就是牙的彈道 牙發出去是一個扇形的區域 滑鼠點擊的位置如果離角色越近 扇形的區域就會越大 滑鼠指標的位置如果離角色越遠 牙的子彈就會比較密集 這裡的表現不夠明顯,稍後會有說明 打完安達利爾,記得要直接前往第二章 再離開遊戲房間 這樣就能夠卡安達利爾的首殺Bug 這個Bug在重生版同樣有效 剛剛有提到牙的彈道角度 一般你可能會習慣這樣的操作 一次可以打擊多個怪物 如果遇到單一的怪物 那麼可以將游標指向怪物的後方 你可以看到牙的密集度提高 怪物就能夠吃到更多的傷害 在一些狹窄地形或是門口 就能夠利用這個特點,讓攻擊更加的有效率 當角色17級之後,就能夠使用隱秘符文組 這個階段值得製作的裝備分別是頭盔、鎧甲和槍兵武器 頭盔是兩孔帽子相牽天敵符文組 這個裝備應該都很熟悉 另外一件更不用說,是所有職業通用的隱秘符文甲 在D2R中,因為有三頁共享倉庫 所以隱秘甲只需要做一件 之後就可以直接丟到共享超庫裏面備用 其他撿到的低等級裝備也是一樣 只不過,三頁共享倉庫根本就不夠用 給槍兵的武器,可以找法拉購買三孔鐮刀,鑲嵌怨符文組 這是第一種選擇 第二種選擇是利用方塊攻勢 放入一根任意法杖、一把波形刀 任意一條腰帶和一顆碎裂的鑽石 就可以合成一把野蠻前綴的藏兵武器 野蠻前綴會附加66-80%的增強傷害 這把武器可以作為接續怨恨傷害不足後使用 雇佣槍兵,要挑選哪一種靈氣會比較合適 祝福瞄準靈氣,能夠提高槍兵自己的命中率 而祈禱靈氣,能夠協助回血 因為是法系職業,我個人會比較偏好戰鬥槍兵的祈禱靈氣 接下來就可以繼續解任務打Durail 這次重生版的Beta測試,大家體驗過後 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如何快速的收集必要的素材 我個人的做法,你參考看看 首先,第一隻角色我會先選法師 法師的技能自帶傳送,跑地圖解任務更超方便 技能的傷害又高 然後呢,至少第四章之前 有意識的配戴加魔法物品掉落機率的裝備 保留黃寶石,並利用寶石神殿 有機會能夠將黃寶石升級,獲得完美的黃寶石 橡嵌到盔甲或是頭盔裡面,就能夠增加掉寶的機率 也會利用安達利爾的手殺Bug,至少刷個4到5場 就算沒有掉落暗金裝備,至少也能夠撿幾顆寶石 然後,刷圖的地點除了地下墓穴以外 我還會逛逛術室的峽谷 好幾顆浮石都是我踢罐子掉出來的 Beta版只有開放前兩張,大致的重點也就這些 回到打都瑞爾這邊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打都瑞爾? 你可以看到,我沒有發射任何一次牙 光靠石魔加攻擊反噬加槍兵,就可以輕輕鬆鬆打完 槍兵記得要先卡隱身Bug 戰鬥的時候,只要記得石魔跟詛咒不要間斷就可以了 19-23級,可以找奧瑪斯買巨氣傳送帳 為什麼要24級之前,不是24級才能夠使用嗎? 這是因為19級之後,巨氣傳送帳就有機會會出現在商店 24級之前,逛商店的時候 只需要注意那些還不能夠使用的紅框框法杖 或需要一把把仔細看 通常我會先消耗一些碎裂的寶石,利用方塊洗法杖 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是希望能夠出現有用的加進的屬性 法杖還會帶孔 第二個目的,就是買便宜的法杖 方塊洗過之後 屬性如果不滿意的話 還可以高價賣回給商店,賺取差價 18級之後,就能夠開始使用古毛 古毛是純魔法傷害 彈道是一直線,可以穿透一排怪物 所以,玩古毛的話就要留意走位 遇到分散的怪物時,最好風箏帶位 殺怪會比較有效率 相對的,打擊面宅,安全性較低 並不適合用來刷裝備 打墨菲斯托的方式跟都瑞爾一樣 都是利用石魔,攻擊反噬,槍兵,一套流程走下來 為什麼角色不發射古毛? 我不就擔心法力會用太快,喝藥水也來不及回復 後續的伊竹爾也是會用同樣的策略 這裡我就不再贅述 主打古毛,可以利用天體符文組的聚氣,魔影斗篷 在混弄批難所這樣的場景 能夠安全的移動到適合的方位發射古毛 缺點就是每修一次都要花費不少金幣 打迪亞布羅的時候,就要特別特別留意石魔召喚的位置 雖然我已經很注意了,但是一不小心,槍兵還是被噴死了 這種狀況,你可以回城復活槍兵 再去卡槍兵Bug,再回來打 或是跟我一樣,硬著頭皮直接打完也是一樣 接下來就是一路升級,提高古毛的等級 基本屬性點數就分配到體力上 傷害基本是夠 但是如果能夠兼顧使用施暴,清場的效益會更好 對戰三個古代人的時候 如果能夠帶開三個野蠻人,能各個擊破是最好 如果帶不開 那麼就可以利用風箏的戰術,讓他們呈一紫線 讓你解決起來的速度最快 狀況,你能夠避免 王座潛也是差不多的戰鬥方式 利用石魔巨怪,加上古毛穿透的特性 就能夠有效的殺傷 為了讓石魔能夠撐久一點 所以我額外投資點數,點到支配石魔和召喚反抗 打巴爾的時候,我喜歡站在這個角落 這個位置很微妙 你可以看到這個燈柱,燈柱的右邊,古毛無法穿透 相對的,巴爾的遠程魔法也會被擋掉 左邊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遠程打擊的流派 我強烈建議你就利用這個角落的兩邊,方便擊殺 如果,巴爾跑到其他的地方帶不過來怎麼辦? 那就沒轍啦,你只能靠手法去打倒他 開始地獄難度之前 你可以配戴一些加上魔法物品掉落的裝備 刷矯正者和爆皮 不需要考慮抗性等等,以魔法掉落MF優先 多刷幾場之後再去推噩夢難度的高塔 為接下來的換裝做準備 裝備的取捨重點是什麼? 死靈法師 除了走骨毛路線以外 其他6派的不需要太高的快速施法 加技能等級作為第一優先 然後是抗性、移動速度和MF 毒系還有另外一個裝備屬性也是非常重要 能夠提高毒系的威力 這部分會在地獄初期換裝的時候說明 好,這個階段有哪些建議的裝備呢? 首先,一定不能不做的裝備 就是白色符文組法杖 香材可以找普通第二章的卓根蘭買白色或灰色的兩孔法杖 加技能屬性漂亮,但是如果沒有孔的話 可以找第五章的拉蘇克打洞 要注意一點 卓根蘭賣的這種紫山之杖,只能打出一個洞 打洞之前,你最好留意這一個法杖的最大洞數 才不會白白的浪費打洞的獎勵 鎧甲 我建議繼續使用階秘符文組 但是可以找一件較高防禦的香材來使用 盾牌可以使用專屬副手 這個東西,所有的NPC商店都沒有賣 賭博也沒有看到過 如果我記錯了,請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這件裝備完全靠運氣 如果你剛好撿到,記得保留備用 打兩孔鑲嵌押韻符文組 可以獲得無法冰凍還戴全抗加25 帽子的話,可以組合姿勢符文組 為了就是那加1的全技能 屬性點的分配很單純 力量足以穿起剛剛提到的裝備就可以 剩餘的點數,全部分配到體力上 槍斌的武器選擇,有以下幾種 假如你的符石收集不全 你可以先使用最便宜的力量符文槍 香材直接找第二章的法拉就能夠買得到 如果你的符石不缺 我會建議使用榮耀符文組 高傷害還有7%的擊中偷取生命 傭兵的技能也是有等級觀念的 以第三章的鐵狼傭兵最明顯 最後一把是天梯專屬,眼光符文組 只要用過的,都捨不得換下來 技能選擇部分 巨毒猩猩的連鎖技能有毒暴,脆毒匕首 先點滿巨毒猩猩 多餘的點數給毒暴,最後是脆毒匕首 白骨裝甲,骨強要不要點,隨你 召喚法術,初期只需要黏土石魔當盾牌 點數的分配不變 地獄難度之後,有多餘的點數 可以升級重生當盾牌 詛咒這個區塊,一路點下來 偷取生命和降低抵抗先不用 噩夢第四章後或是進去地獄難度之前 再點亮就好 多餘的點數全部分配到毒暴和脆毒匕首 技能點數的分配表,我都放在頻道的社群頁面 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也會提供連結 方便你隨時參考 噩夢難度一開始,毒系的傷害勉強夠 但是有一點我要提醒你 毒系傷害不會堆疊 並不是說,我的劇毒猩猩發射的越快 爆發的傷害就會越高 不是的,沒有那麼好 只要在中毒的效果持續期間,就不會再次中毒 所以,要提高傷害就需要提高技能等級 以及降低敵人的毒素抗性折手 不過,光是看巨弩猩猩的傷害範圍 我就覺得賞心悅目 打安達利爾的方式跟普通難度差別不大 詛咒技能除了攻擊反噬以外,也能夠使用衰老 或是,你也可以點亮降低抵抗 利用劇毒猩猩,帶著章節Boss繞圈圈 後續幾個章節Boss也都是差不多的戰鬥方式 槍兵可以換成是噩夢第二章的防禦槍兵 神聖冰凍靈氣能夠緩速 我可以打死 面對噩夢難度的三個古代人,要多留意附帶的詞綴 閃電強化,實體傷害免疫,燃燒法力等等 我就會開傳送門重置 儘量挑選槍兵容易對付的詞綴 對付巴爾的時候,因為聚爐清新的有效範圍的緣故 所以需要注意距離,最好是靠近柱子的這塊區域 如果巴爾召喚他的軟生兄弟出來 你可以先回程補充藥水再回來,軟生兄弟就不在了 你就可以不受干擾,接著打,直到打完收工 最後的地獄難度,比當前的裝備並不是說打不動 最好的做法當然是改走純召喚式的路線 畢竟毒氣傷害都有秒數的延遲,安全性比較低 完全依賴就如清新,也總會遇到毒氣傷害免疫 雖然降低抵抗可以解決大多數毒抗不高的怪物 就是沒有那麼安逸 如果你堅持,要繼續毒氣直到通關地獄 那麼,接下來的裝備跟技能走向可以作為你的參考 目前使用的主要裝備是白色骨葬 隱密甲、知識帽和鴨韻盾 進階裝備,第一項是比較容易取得的黑澡之鋒 附加技能屬性 很直接的就是提高毒氣死靈的毒氣技能等級 別看它不起眼,它還能緩速 如果你配合黏土石魔 敵人就像是另外一個時空的慢動作 這是第一種選擇 第二把是號稱暗黑2四大神器之一的破影法杖 除了加2技能外,屬性還包含減50%毒素抗性 是最最最最適合的武器 這一把之所以號稱神器 除了優質屬性以外 最出名的是敵到感人的掉落率 所以打不到是正常 打到了,應該可以換潛潛吧 接下來是塔格奧套裝三劍組 不需要湊齊完整的武器 只需要三劍就能夠擁有-25%敵人毒抗 算是破影法杖特效的一個弱化版 毒氣玩法想要提高效率的話 除了技能等級提高以外 就是降低敵人的抗性 不論是破影法杖,還是塔格奧三劍組 都有對應的效果 除了這些裝備以外 副手還能夠選擇珠魯 或是精神盾 這兩者都是加2技能等級的同時 還附帶抗性提高 最後一項裝備是鎧甲 最便宜的是白骨符文組 加2技能帶全抗 另外一件是野強威符文組 這一件就不是那麼的通用 赤真靈氣對毒氣使靈的作用不大 比較特別的是那一條 加50%轉為毒素技能傷害 打個比喻 絲暴是50%物理傷 50%火傷 如果你穿了這一件 有一半的傷害會變成毒素的傷害 這好像有點脫褲子放屁 如果你已經擁有謎團符文組 那當然更好 誰都想要有一件謎團 但,實在是太難了 最後我不得不提醒您 關於無限這個符文組 信念靈氣並不能破除所有的元素免疫 他只對火、兵、電這三種有效 毒素免疫無效 唯一有效的手段就只有死靈法師的降低抵抗 所以不要傻傻的以為可以降低所有的抗性 屬性的部分,如果要使用塔格奧這三件 力量需要91點以上 剩餘的點數全部放在體力 技能部分 6級之後,優先升級降低抵抗到16級 16級之後,增加的收益就只有一點點 不值得再投入 除了降低抵抗這個技能以外 其他的技能都不能夠有效的提高傷害 剩餘的點數,你可以選擇放在重生 有些人會建議招骷髏兵 但是我覺得需要40個技能點,還浪費 重生加上過路點,也不過是22點 多餘的點數,還能夠繼續投資石魔和召喚抵抗 我也有聽過,有人利用眼光符文槍召喚鋼鐵石魔 這種鎧子 你單機玩完還可以 天梯幾乎沒有人這樣浪費的 最後低成本的裝備,對戰地獄安達利爾的片段 你可以看看這個效果 以上是獨招使靈出奇拓荒成長的策略 感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掰掰 對戰地獄外景 了解